其实现在仅其低迷在很多公司大规模裁员的同时 其实也有企业现在逆向操作要大举真才 不过针对的是还在校的大四学生 在毕业前就提供实习机会 虽然这个薪水不高 但安排出国受训和旅游公司买单 吸引了很多大批学生来卡位 男生全部西装比挺 女生也是各个利落套装 这些来参加企业面试的 可是比新鲜人还要新鲜的大四学生 除了想提早卡位 吸引他们的还有出国实习至少一个礼拜 旅游加上受训花费至少四万元 全部由公司买单 如果有产业带我们出去的话 可能就不会像一般的客人去外面看的时候 会看比较浅 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更深的 不管是人文或地理方面的 有这个机会结合兴趣跟工作的话 这样的工作起来也会非常开心 同学们还是忙着准备毕业考试 这些大四同学就已经准备提早进入企业工作 以旅游业为例 三个月受训期间薪水只有五千元 接下来的是实习月薪一万九 一直到毕业之后正式平用 起薪两万五到三万二 呼应马总统说的无缝就业 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让学生先进来实习 两三个月 那透过这个实习彼此互相观察 那观察完了其实我们就会比较能够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们整个产业或整个集团 同样要大举争财的还有知名半导体产业 明年第一季打算招募五千名新员工 在不景气中逆向操作挑战第一名就业市场 中天新闻周从与许富台北通报道 中天新闻周从与许富台北通报道